眼下春色正浓 亲自百态的花朵 自意绽放 在全国多地 市民游客纷纷出门踏青赏花 享受明媚的春光 眼下 西藏林芝多地的桃花陆续盛开 在林芝剥密桃花谷 漫山遍野的野生桃花静香开放 绵延30公里 桃花应着雪山 伴着河流村庄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坐着热气球 看着漫山遍野的桃花 我觉得就像是来到了人间仙境一样 特别浪漫 桃花经济还带动周边的旅拍 酒店 民宿预定量攀升 桃花谷附近20多家酒店民宿几乎每家都是满房的状态 这两天 新疆八州轮台县八万余亩杏花缤纷绽放 粉白娇嫩的杏花俏丽之头 在春日暖阳的映照下 形成一片温馨浪漫的花海 吸引游客纷至踏来 一睹杏花缤纷的田园秀色 同时依托杏花旅游资源 当地连续多年举办百姓文化旅游节 开展文艺表演 赏花踏青等多种特色活动 带动当地旅游发展 三月以来 全国赏花经济 春日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清明小长假临近 多家旅游平台陆续发布相关统计数据 今年 清明假期的旅游热度远超往年同期 部分平台订单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已经实现翻倍增长 清明节预测数据 我们的整体的门票订单量增长六倍 用车租车的订单是增长240% 整个态势是非常好的 有请不吝点击